新上任的盧洲區長施德陽 一早在辦公室批完公文 馬上前往各科室巡視 嚴謹認真的態度 讓區公所員工都戰戰進進 施德陽過去曾擔任三支區 及五谷區的區長 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他有信心扮演好盧洲區長的角色 繼續提供市民優質的服務 很榮幸到盧洲來服務 原先我是在隔壁五谷區的區長 所以五谷跟盧洲其實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都有共同的朋友跟親戚 所以這邊我不陌生 來這邊也感到很溫暖 盧洲區在歷任的市長還有區長 在努力之下 其實我們盧洲區各項的建設 還有各項的服務都非常的好 那我會在這個既有的基礎下 繼續來保持這麼好的一個效率 來服務我們的市民 為了了解地方需求 施德陽到任後馬不停蹄 除了拜訪議員 里長外 也傾聽基層民眾的聲音 正對大家應屆期盼的 魯北農地開發案 施德陽表示 一定會積極向市府爭取 讓地下人仇的盧洲 也能擁有大片綠地和大型醫療院所 我們的福源地下人仇 希望說在市府 在最短的時間內 來讓我們的魯北農業區 有效的給它開發 那這個部分 同時開發的過程當中 結合我們綠地的需求給它擴大 那醫療院所給它興建 盧洲區在立正市長及區長的努力下 雖然已打下不錯的基礎 但是德陽認為 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未來會結合地方民代 里長共同打拼 讓盧洲成為更幸福 宜居的好地方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